This seg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Asian Cultural Alliance 首先我们请民进党开始咨询 咨询时间十分钟开始开会 好 祭司请开始 国民党团请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所有最认真的市府团队 我想我们韩国伟市长 他的团队在一年半以来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 我相信是有目共睹 我在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市长 市长 你在当选市长的时候 高雄市民有89万的选票支持你 当选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还有保值在初心还在吗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曾俊杰议员及国民党党团的咨询 谢谢高雄市市民给韩国瑜团队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 高雄市民用89万票支持了韩国瑜 我觉得高雄市民心思变 高雄市民觉得想要一个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服务团队 另外高雄市负债全台湾第一3300亿 一场大雨5000个路面上的大洞 让市民朋友真的觉得应该是改变的时刻 所以把这个机会给到韩国瑜 事实上我们在选团队的时候 我们都是秉持着感谢高雄市民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对高雄市民来讲 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所以市府团队我们是静静夜夜 战战兢兢在做 我想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高雄市市府团队这一年半的接触 一定会感觉到不一样 我们的行政效率大幅提升 我们对待各方面的好朋友 市民朋友都是比较随和亲切和善 而且比较能够舍身处地的 站在对方立场来思考 像公务案件 我们在90天之内就要完成 像金发局的工商登记 在9天之内就要完成 市府一直不停地用行政效率的提高 市府一直不停地扮演一个角色 站在企业界跟市民朋友的 好朋友的立场来推动市政工作 我们绝对不敢高高在上 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当公共服务 一个很和善的角色 不一定要当一个很严肃的衙门 高高在上用管理的心态 我们觉得那样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感谢89万市民朋友 给我们这个机会 市府团队过去一年半非常的努力 未来如果把面没有成功 我们一样秉持这个精神 好好的为高中市来打拼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 很诚实的一个心态 谢谢曾俊杰总招 谢谢 那市长 我第二个问题是想说 从你执政以来 市府跟前市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那市府有没有更有效率 有没有更有青年 来请市长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曾俊杰议员 本来这个我站在市府市政衔接的角度上 很多事情我们不方便讲前朝太多 我宁愿用正面的态度来看 但是阿拉伯数字会讲话 在前朝政府设案的官员 总共有61案 105位官员 在我上任之后只有发生一个案例 就是偷偷进到我办公室 这样子一个偷窃案 那事实上我们官员市政府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看出去的服务人员 所有市府的团队 我不分党派 我真的是不分党派 只要你愿意认真为市民朋友打拼 你就是一个好公务员 我们的服务态度本来一开始都是如此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们不管是人事调动也好 约聘物等等 我们没有什么 好像感觉秋后算账 没有绝对没有 因为公务人员都是数字非常高的 我觉得我们跟前任政府可能很大的一个差别 行政效率的提升 这一点我们很骄傲 第二点 我们官员 所有政务官相关的部门 都是全心全力的 为努力为功来打拼 第三个 我再三告知我的市府团队 千万不要碰出任何违法的事情 一定要珍惜为老百姓服务的机会 吃公家饭 有三条路 你是从哪一条路来的 各位议员跟我一样是从选票来的 市府团队坐到这边很多是考试来的 高普考 另外一种是授予 像约聘物啊 是授予 不管是选票 考试还是授予 能够为政府部门服务 难得有这个机会 应该好好来打拼 所以我们都珍惜这个机会为高雄 那一定会全心全力 那其他的人民 对前任的政府 怎么评价 我不适合多言 在伦理上我也不适合多讲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行政效率 大幅的提升 我们的心态 为民服的热情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也希望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多多给我们知道 谢谢 那市长 面对现在的政治情势 我想请问市长 你有什么心理的话 想要对我们高雄市民说的 来请市长答复 请市长答复 谢谢 这件政治情势从国际角度 大环境来看 从台湾角度 中环境来看 从高雄的小环境来看 都不好 大环境是全世界疫情 在肆虐 整个台湾 也是疫情之后 大家虽然疫情防止的相当好 可是随时有没有可能爆发 还是是恐惧的 再来经济方面的困难 两岸之间的紧张 从高雄的角度来看 迫切需要中央的帮忙 所以大环境 中环境跟小环境来看 2020年 不是一个平安的一年 第二 现在国内政治情势 最让人担心的 最让人担心的 就是民主政治是执政党跟反对党 各位是执政党的一员 我们是执政团队 民进党是反对 但是因为国内政治被扭曲了 现在执政党反对党变成上帝跟魔鬼 什么叫上帝跟魔鬼 就执政党掌握了媒体跟网路 他就成上帝 我们反对党叻 没有媒体跟网路就变成魔鬼 网路要怎么黑就怎么黑 媒体要怎么骂就怎么骂 事实上90%以上的媒体 都向执政党民进党靠拢 甚至输成 所以使得反对党 在媒体上跟网路上吃尽了苦头 谁有媒体谁是上帝 谁有网路谁就扮演上帝 这个是对台湾民主政治 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曾总之后问我这个话 我要把我虚实话讲出来 我们希望媒体如果能够公平报导 网路能够公平报导 可以边策执政党好好施政 也可以边策反对党好好监督 台湾的民主政治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风貌 谢谢 谢谢市长 我想我们的市府团队 从动算以来 可以说是最坚强的团队 有三位部长及副市长 还有很优秀的局处首长 我想这一年拨来 可以说是拼命拼命 不管做什么 政策或是什么工程 他都提前来完成 我相信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我觉得 韩国一堂市长什么都对 什么都做得很对 你只做错了一件事情 对民进党来说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当选的高雄市市长 从你当选的高雄市市长之后 你好的都没有了都没了 你如果做什么都不对 讲什么话都是不对 那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台湾为什么一直原地踏步 就是被选举搞死了 我想 政定是一世的 算去算算 我们就要放下 然后不管是谁执政 我们要不分党派 然后全力以赴 全力来监督 如果好的政策 我们应该全力来支持 我觉得这才是对高雄市民 还有高雄市 还有全台湾 这才是对的事 所以我希望说 6月6号 剩几天而已 我在那边呼吁 说我们的高雄市民 希望你们静下心来 人真去看 人真去听 我们韩国一市长 做多个事情 我们三位就在那里抹黑 抹红 听得真的很厌烦 我希望他针对事情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我也希望说 不管你是哪个党派 不要再对立下去了 认真的看 我们的负债怎么还 我们高雄市的未来 要怎么去建设 努力 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国民党团也在这边 也会做我们韩国会市长 最坚强的后盾 你认真你拼 对了 我们一定给你支持 好 幸福高雄 幸福高手 吴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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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高手 幸福高手 打人 贝 � anc 贝旅 保留 好 横